音乐 大家好,欢迎来到创艺世界 今天在创艺世界要做的是这一条花的手环 这条彩虹花是由星星手环变化而来的 这一条是更进阶的 这一条 这条彩虹花它的边缘是在外面 那今天要做的这一条 它的边缘是在里面 所以花瓣是在外面 那所以如果你有做过这两条手环的人呢 这一条应该是不会太难 那今天呢 我们要做两个颜色的花 外面的花瓣呢 我们要做比较深的蓝色 那外面这个白色呢 我们要用这个 比较浅的蓝色来代替 那所以如果你要跟我做一样颜色呢 上面这个花瓣呢 我们会需要48条彩虹圈 那下面这个底色呢 我们会需要65条彩虹圈 那彩虹圈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我们通常呢 都是从这里红色箭头往外面纸 这里是倒过来的三角形 那今天也是同样这个设置 但是我们今天要把彩虹编织器 把它转过来 从下面这里往上排 所以现在这里的编织器上面看起来呢 这个洞洞应该是朝向你的 所以这个箭头呢 也是朝向你的 然后这个 三角形呢 是往上的 所以这个是 倒过来的 V字形 那我们要从这里往上排 好 那我们首先要拿一条 这个是下面 边缘的颜色 还有交接点的颜色 我们用比较淡的颜色 那从中间这里呢 从下面这里算 123 第三针 然后放上去就好了 那中间再跳两针 12 这一条是在这一针 所以跳两针 的下一针 再摆一条 然后接下去也是一样 再跳两针 12 这一条是在这里 所以跳两针 12 是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再跳两针 12 那这一条在这里 所以接下来再跳两针 12 所以下一个应该是这里 那只要摆上去就好了 那摆好之后呢 我们再回来 从这边排 那我们现在要排 花的颜色 那花的颜色呢 我们跟做星星手环的 排列方式一样 从这边算上来 12 第2针 这个是花的中心点 所以拿一条花的颜色 从这一针 往上 然后 从花的中心点 到右边 到右边 那 顺着这个方向 一直排排到这里 那中间这里呢排整齐一点 等一下我们要边的时候会比较容易 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星星的形状 这是跟我们做星报手环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花排好之后呢 我们要拿一条彩虹圈 这个是下面 边缘的颜色 然后转一次 两次 那你就可以看到有三个小圈圈 那把这三个小圈圈放在这里 这个是我们的cap band 那记得要用三个小圈圈 在中心点 好那总共我们又会排四朵花 所以我们往前继续排下面一朵 那这里中间要跳一格 我们花在这里 然后跳一针 再接下去的 这一针 那这一针是花的中心点 所以我们再拿花的颜色 从中心点往上 再拿一条 中心点 往右 然后顺着这个方向 排到最后这里 好那排好之后呢 一样做一个cap band 转一次 两次 做三个小圈圈 放在这里 然后继续往下排下一个 跳一针 到下面这一针 这个是花的中心点 所以我们从花的中心点往上 然后顺着时间方向 做到这里 按下去一点 然后再拿一个 边缘的颜色 做一个 cap band 这样是三个小圈圈 挂在这里 挂在这里 然后 接下来还有一朵花 一样跳一针 在下面这一针 从花的中心点往上 顺着时间方向 然后 排到这里 顺着时间方向 排到这里 再拿一针 再拿一条 再拿一条边缘的颜色 转一次 两次 把这三个小圈圈 放在中心点这里 那我们现在排好之后呢 我们会来检查一下 总共应该要有 四朵花 那好了之后呢 我们先把这里 我们先把这个花先编起来 那编这个花的时候 跟我们做新爆手环 是一模一样的 从中间这个cap band进去 先把第1条找出来 第1条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抓出来以后 挖回去它原来的地方 那刚刚是顺时间方向排 所以我们要 边的时候要逆时钟方向边 从这边拉出来 挖到这里 那它的彩虹圈从哪里来的 我们就把它挖回去 那这个花这样子编好之后呢 我们 这一个 下面的动作呢 是跟 金爆手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呢 每一个花瓣上面 你会看到有两条彩虹圈 那我们要从这边 下去 那现在在每一个花瓣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有两条彩虹圈 那我们要从这个花瓣进去 把下面那一条 抓出来 抓出来 然后挂到隔壁这一针 那这个编织方式 一定要从这个花瓣开始 不能从别的地方 从别的地方 你等一下抓出来的时候会散掉 所以确定你从上面 这一个花瓣 从下面那一条抓出来 挂到隔壁这一针 然后继续做这样的动作 把六个花瓣全部编完 所以现在在这个花瓣上面呢 因为上面这一条从这里来的 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有三条彩虹圈在这里 那我们要从这边下去 把最下面那一条 抓出来 挂到隔壁这一针 所以这一针现在就有三条 然后从这个洞洞进去 把最下面这一条抓出来 也是挂到隔壁这一针 一样 从这边进去 把最下面那一条抓出来 挂到隔壁这一针 那一直做这个动作 把六片全部都编完 刚刚我们是从这个花瓣开始的 所以我们现在编 编到这里 那这样六片就全部编到了 那我们可以把它按下去一点 因为我们等一下上面还有一层要排上去 那我们现在先接着 把其他下面的三朵花一起先编好 那编织的动作都是一样的 从中间这三个小圈圈进去 把最上面的这一条抓出来 它是从左边来的 所以我们挂回去 然后继续 把其他的花瓣 都编出来 编到这里 好 好 那花瓣编出来之后呢 现在我们要做下一个步骤 从这边下去 把最下面的这一条 搬出来 挂到隔壁这一个花瓣 然后现在 也是一样 把最下面这一条 搬出来 挂到隔壁这一个花瓣 那继续做 把六个花瓣全部编完 那好了之后呢 一样把它按下去一点 那我们现在就要加快脚步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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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那我们现在四朵花都全部编好了 你现在彩虹编织器上面 看起来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排下一层的 那下一层呢 我们要排在花的边缘上面 那要从上面往下排 所以我们从中间 左边往下 那左边排好之后呢 重复这个动作 再排在右手边 从上往下排 不要从这边落上去 因为这样子你等一下拉出来的时候 它会散掉 那这个桌围呢 这个菱形的部分呢 我们每一朵花上面都要排一层 所以我们先把四朵花全部都排好 从中间到左边 排在左边 左边到中间 中间到右边 从上往下 中间到右边 到下 中间到右边 往下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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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这边周围都排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这里要做一个Cabin Cabin要用跟这个边缘一样颜色的 所以拿一条彩虹圈 转一次 变成两个小圈圈 然后把它摆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先边周围的部分 这个周围的部分编织方式 跟一般的编织方式都是一样的 上面这一条是从右边来的 所以我们把它放回去 那现在只编上面的这一层 比较淡的颜色这一层 下面这个花先不要理它 然后右边编好以后再下来这里 从下往上 把左边的也编上 记得只编上面的这一层 下面这个花的颜色不要编 好那这边好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重复 像刚刚编这一朵花一样 现在呢每一个花瓣上面 应该会有四条彩虹圈 两条比较淡的 然后两条比较深的 那我们要从这个洞洞进去 把最下面的那一条 把它抓出来 那记得一定要从这一个花瓣开始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从其他的花瓣开始 等一下抓出来会闪掉 从这边下去把最下面那一条 搬出来 然后挂到旁边这一个花瓣 那这一个掉出来没关系 我们再把它换回去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有两条比较深的颜色 两条比较淡的 然后我们进去 把比较深的最下面那一条 把它拉出来 挂到隔壁这一针 然后其他的花瓣都是一样 进去以后把最下面这一条 拉出来 然后挂到下一针 然后继续这样子做 做到这里 那这样我们第一朵花就全部完成了 那完成之后呢 我们刚刚这里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放一条在这里 现在我们要把这一条 拉上来挂在这里 连到下一朵花 那连上去之后呢 我们要从这里 把它拉出来 往上挂到下一针 那这样好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继续编下一朵花 那一样先编 桌围的 比较淡的颜色 那下面这个比较深的颜色 暂时不要理它 那右边编好以后呢 把它回来下面这里 边左边的 那这个编织方式 一定要跟我一模一样 如果你跳着做或缓着做 等一下出来 它是铁钉会闪掉的 剥的编好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要做 花的部分 那一样 把下面 比较深的颜色 最下面这一条 拉出来 挂到隔壁那一针 那一样要从这一个花瓣开始 最下面那一条 刷出来 挂到隔壁这一针 把最下面一条 抓出来 挂到隔壁一针 那我们现在完成第二朵花了 接下来 一样把这一条 连在这里 然后回来这里 从这个洞洞拉出来 往前 挂到下面一针 那接下来的动作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加快脚步啰 好 这是这里 哪一个 其它 哪一个 哪一个 哪一针 哪一针 我們現在四斗花全部都編好之後呢 我們現在這裡還有一條 把它掛在這裡 然後一樣從這邊拉出來 然後掛到這邊 那這邊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輕輕的把它拉出來 那這樣我們的花就完成了 那因為這個只有四朵花 所以如果你是小朋友手比較小呢 你可以做延長線把它連起來 那如果你是大朋友呢 你希望可以做全長的 像這個是全長 我的尺寸全長會需要八朵花 所以我們還需要再重複做一遍 然後把它連在一起 那如果你要做四朵花就好呢 要做延長線 你就直接在這裡加延長線 這樣子加 加到你想要的長度 然後把一個扣環兩邊扣起來 這樣子就是半長的 但是今天在這個影片呢 我們要繼續做 做成全長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先放在邊邊 那我們重複這個動作再做一遍 那如果你有兩台彩虹編織器的人 你可以把兩台接在一起 然後一次把它做完 這樣子剛好八朵花 那我們現在呢 又再做另外一遍 跟剛剛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把影片倒回去 重新再做一遍 那做完以後再回來看我喔 那做完以後再回來看我喔 有優惠的 就能看我嗎 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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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